今天和大家分享文章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 收起张扬 接纳无常 网上有个问答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 底下有一个高赞回答是 借掉敏感 收起张扬 接纳无常 深表认同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 从来不是年龄的增长 而是心智的成熟 年轻时 我们敏感 多想 喜欢表现自己 但又难以接受事与愿违 后来 我们体会了人生百态 才越发明白 保持低调和顿感力 能够接纳生活的无常 才是一个人成熟的开始 内心淡然 处世泰然 才是我们面对生活的最大底气 借掉敏感 不知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 聊天时不加表情包 就会觉得文字生硬 会让对方误解 晚上躺在床上时 便会想自己白天哪句话说得不好 让对方不是 每天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 一惊一喜 很多时候明明只是一件小事 却足以让我们扰乱心神 可过多的敏感 终是一种无谓的自我消耗 不在乎勇气的作者 大导信赖 是一位心理咨询师 但同时 他也是一位高敏感者 无法忽视身边的事物 一次 邻居的车超出了车位 他看到后非常生气 这样堵着车位 我的车都不好出去了 这家人素质真的很差 必须得告诉他 要好好停车 要是我真的和他这么说 他会不会做些 让我更不痛快的事呢 但是他一想到停车场的画面 还是忍不住生气 甚至在工作的时候 也会翻来覆去 为这件事烦恼 虽是心理咨询师 他却被自己的敏感困扰许久 直到后来 他在阅读时 看到了希腊哲学家 艾比克提图的一句话 影响人们的并非事物 而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 他这才幡然醒悟 原来是自己想的太多 才为生活平添了许多烦恼 生活本来就是自己的 别人怎么做都与你无关 如果不能忽视 只会使自己更加烦躁 后来大道信赖 也开始有意识地提醒自己 将别人的事 与自己的生活划清界限 这才慢慢戒掉了敏感 听过一句话 敏感是一种高水平的共情力 别人的一个眼神 一具无心之眼 就可能在你的内心 上演千万个小剧场 风声鹤唳 草木结冰 一丝一缕都能掀起滔天巨浪 而事实上 敏感的人 也从来不是被身边的困难击败 而是被内心幻想的危险拖垮 作家松普尼泰郎曾说 所谓人生困境 不过你胡思乱想 自我设置的枷锁 一个真正成熟的人 往往很少在意外界的变化 更不会自动带入别人的角色 替他人烦心 专注于自己的是 预示顿一点 行动慢一点 才是我们给予外界 最好的回应 收起张扬 俗话说 木锈于林 风必摧之 心高于众 众必毁之 年轻时 我们常常急于表现自己 适财而绕 也因此惹出了不少祸端 知名法律学者罗祥 是一位天才少年 从湖南的一个偏远小镇 考上北大 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 又顺利成为法大教授 因为前半生顺风顺水 加上得了一些荣誉 罗祥有些狂傲 他谁也看不起 谁都瞧不上 和别人谈论问题的时候 总是咄咄逼人 一定要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 而他也因此为自己树敌众多 后来吃过很多亏后 他才慢慢学会了收敛锋芒 鬼谷词有言 天地之话在高与深 圣人之道在隐与腻 当我们逐渐成熟后 便越发明白 懂得藏巧于桌 用悔而鸣 才是一个人处世的智慧 2010年 美国知名杂志财富 公布了2010年 世界500强企业最新排名 华为首次入围 然而 面对各种采访 会议 总裁人正非 却总是避之不及 一次在北京国际电信展上 任正非正在公司闪台前 接待客户 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子 走过来问他 华为总裁 任正非有没有来啊 任正非问 你找他有事吗 那人回答 也没什么事 就想见见这位将华为 带领走到今天的传奇人物 任正非回答 实在不凑巧 他今天没有过来 但我一定会把你的意思 转达给他 有人说 张扬是本能 但谦逊却是种能力 人生在世 我们谁都无法预料明天 太过张扬 难免会将自己 暴露于众人之下 成为众矢之地 保持低调谦逊 聪明不落 才华不成 才是在这世间 长存的最佳法则 所谓真正的成熟 亦不过是在 吃过张扬的暗窥后 学会了以低姿态待人 接纳无常 《红楼梦》中 有一首曲子 《恨无常》 喜荣华正好 恨无常又到 人生便是如此 前一刻还是风光无限 后一刻便是大雨 庞陀 很多时候 我们总想着与命运对抗 最后落得一败涂地 直到日渐成熟后 我们才发现 原来坦然接受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人生最大的悲剧 莫过于 赢过了所有对手 却输给了时代 这是很多人 给于米红的评价 2021年2月 新东方市值突破2000亿元 达到巅峰 教育行业也迎来了高光时刻 于米红预言 三年内将会出现 20个200亿美元的教育公司 然而话音未落 双减政策出台 教育行业遭受重创 新东方股价应声腰斩下跌 加上学员退费 老师离职补偿 教育盲点退租 违约金等 新东方公司账面 几乎所剩无几 于米红又一次来到 人生至暗时刻 但她并没有退缩 而是果断关停 中小学教培业务 并再一次抓住了 时代的风口 携东方甄选 重归大众誓言 有人说 于米红的创业经历 几经沉浮 足以拍两三部 中国合伙人 因为她深刻洞察世界的复杂性 并能克服内心的焦虑与恐惧 与不确定性共舞 生而为人 命途坎坷是常态 生活不会一直顺遂无余 想要日子舒心 就要用开放的心 去拥抱变化 接纳无常 正如花田伴母中的一句话 遗憾是常态 遗憾是常常的 孤独是常常的 生来是品尝苦味 生来便是看见无常变化 世事皆难料 昨日的欣喜也可能是明日的忧愁 学着看开看破 我们的生活 才不会有过多感慨和失落 懂得在变化中折服 在无常中蓄力 相信终有一日 我们也会脱颖而出 迎来自己的花期 很认同一句话 人这一生 遇见什么由天定 但选择什么由我们自己定 外界的嘈杂 身披的荣辱 人生的起伏 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随着我们逐渐成熟 就会明白 任凭事实喧嚣 借掉敏感 才能守住内心繁华 无论何种荣光 收起张扬 才能低调不失优雅 任凭生命臣服 接纳无常 日子才能淡定从容 那些真正厉害的人 会坦然接受命运的给予 明白静随心转 亦能开花结果 往后的日子 愿你我能有一颗坚定的心 在生活的变换中 愈发成熟稳重 成就更好的自己